书童解读 兔子判官 有一只狼在森林里找东西吃,但是运气很不好,走了大半天,什么也没抓到,他越来越饿,越来越没耐性了,这时他一脚踏空,一步小心掉进猎人社的陷阱里,这是一个坑洞,高度有两个人高,狼在陷阱里咆哮, 转来转去,跳来跳去,就是没办法逃出去,他大声呼叫,救命啊,救命啊,这时候,刚好有一只山羊从这里经过,山羊低头看着坑洞里的狼,狼的表情很焦虑,哭着说,救救我,救救我,善良的山羊,我死在这里没关系, 可是我家里的孩子们没有我的话,全部都要饿死了 山羊说,不行,如果我救了你,你会反过来吃我的 狼跪下来,说,善良的山羊,我向你发誓,只要你救我出去,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山羊经不起狼苦苦哀求,转身去找了一条很长的藤蔓,一头缠在自己的脚上,一头扔下陷阱里面给狼,叫他绑在身上,然后费尽全身的力气,把狼从陷阱里拉了出来 逃出陷阱的狼疲惫不堪,本来就已经很饿了,经过这一折腾,现在就更饿了 他看着眼前这头肥肥,傻傻的山羊,满脑子想要立刻扑到他身上,把他吞了,但看在山羊救他一命的份上,觉得先对山羊说几句话再吃他,也不吃 于是说,善良的山羊,谢谢你救了我一命,坦白说,我现在饿死了,既然你刚刚救了我,就请你救到底吧 山羊一听,既生气又害怕,说,你刚刚发誓说不会吃掉我的 狼说,可是我天生就是吃肉的,怎么可能放过你呢?你长得这么肥美 山羊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办法逃脱这头狼的魔罩了,他非常后悔自己刚刚心软救了他,真是太傻了,结果被他骗 山羊很不甘心,他一直想,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?山羊急得满头大汗 这时刚好有一只兔子经过,山羊看到兔子来,赶紧走向前去求兔子,说,聪明的兔子,我遇到困难了,很需要你的帮助,请你帮我平平理,如果你不帮我的话,我可能会死 狼看到山羊向兔子求救,也向兔子说,漂亮的兔子,我遇到困难了,很需要你的帮助,请你帮我平平理,如果你不帮我的话,我可能也会死 兔子分别听了狼和山羊的说法后,脑中已经很明白谁对谁错了 可是他说,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,不过我不相信你们所说的,请你们把事情的经过重新表演一次,让我亲眼看一看,这样我才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判断 狼为了求兔子站在他那一边,想先在山羊之前,同意兔子的意见,还称赞兔子不止漂亮,聪明,还很公正,然后一下子就调下了陷阱,叫山羊赶快扔藤蔓下来救他 这时兔子站在陷阱口,说,可恶的狼,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,你就在这儿等猎人来救你吧 说完,跟山羊高高兴兴地走了